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能对他周围的那些人或多或少的有些了解 所以每次跟他聊天 我都小心翼翼 生怕哪句话 让他觉得好玩了 就被截了出来在我看来 喜欢在朋友圈发截图的人 在现实中大多也是爱看门 爱传话的那种人 并且不但会顾及对方的感受 一定要把自己觉得好笑的事情奔走相告 否则就会觉得很遗憾 殊不知他这样的行为 但是人看了会有多干大 仿佛自己跟你掏心掏在说的话 却被你拿来炫耀 之前跟一些关系还不错的朋友出去玩 大家自然少不了合影 在回来后其中一个朋友刷朋友圈 忽然 就是一句咒骂 我问他怎么了 他把手机给我看 原来是另一个朋友 把大家玩的合照发到了朋友圈 而拍的照片也比较随意 把我这个朋友拍的不好看 他说这个人怎么 这样 把我这么难看的照片 发到朋友圈里 现在大家肯定都看到了 真讨厌 现在的朋友圈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交际圈了 什么样的朋友圈就可以大概知道 你是一个怎样的人 朋友圈最基本的礼貌 不是点赞 不是评论 也不是回复留言 而是懂得尊重别人的隐私 不要未经同意 就发布和人家有关的东西 我每次和朋友一起吃饭游玩 即使是关系很好的朋友 也会在发朋友圈之前问一句 这张照片能不能发 我想 这不是说明 你们不是真朋友需要客套 而是真正把对方当朋友的尊重 就像有次我好朋友发了一张 别人帮我们随便拍的照片 我以一个奇怪的表情出现在照片里 他也是不经过我的同意就发到了朋友圈 虽然没有一定要让自己多漂亮 但无论谁看到别人的朋友圈 像自己那种表情也会觉得不开心 我还记得这次精英节有个官方的投票通道 其中最智人气女演员奖项中 杨子票数支排在第二名 杨子为了拿到这个奖 也发动身边很多朋友帮忙投票 一般朋友收到信息 发的微博都是 精英节演员投票了 大家一起支持一下杨子吧 而一滴情商出名的马千宇 竟然发出与杨子的良心截图 并配文 当红女星都亲自拉票了 这条微博一发 网友立刻炸锅 吓得马千宇秒山 情商太低就是这么来的 高情商的人 都会时刻留意自己的 一言一行会给别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很少会给人造成压力 所以 朋友圈基本的礼礼貌 望大家都能多多关注 在你发别人的照片 实情一定是先经过别人的允许 要发聊天截图 实验尽量征得对方的同意 要发与某个人有关的事情时 提前跟对方打声招呼 别人有个心理准备 心里也会对你表示感激